卫福部预理医院最近被投诉 院方长期实施严格的隔离规定 甚至出现多人同房居隔的情形 院方上午召开记者会驳斥说明 院长王座仁表示 不实的爆料让医护人员很受伤 招投诉爆料长期实施严格的隔离规定 甚至出现多人同房隔离的情形 卫福部预理医院院长王座仁 亲上火线驳斥不实爆料 卫福部预理医院收支2000多位著名 精神长照防疫特殊性 让防疫工作难上加难 因此院方是全面落实 执行防疫工作保护住民家属 以及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 今年5月疫情最严峻期间 院内爆发群聚感染后 院方是全力精进防疫准备 启动照顾备员机制 至今著名确诊数零星 对于不实爆料让医护人员很受伤 整个不实爆料甚至带有歧视的用字浅词 污名化著名 也严重打击预理医院医护人员的士气 今天上午在院长王座仁的带领下 召开记者会 言证驳斥斥 维护病友及家属的权益 也捍卫病友与不愿的生育 记者是越南玉璃镇采访报道